这个家伙竟然可以看到成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叫黑奇医护 是名高中生 第一次看到这种怪物 还是从黄金里突然多了个妹子开始 看到妹子的医护有点懵 同时妹子也很奇怪 而当一伙觉得他是个灵魂时 忽然 原来妹子叫露奇亚 是一名死人 主要负责帮助善灵引路 当然也要负责除去一些危害人间的恶灵 此时他的灵气显示 一个强大的恶灵正在靠近 而面对眼前这个神神叨叨的妹子 医护他想问个清楚 但结果 就在他震惊这一切时 楼下突然传来妹妹惊恐的呼喊 感觉妹妹有危险 医护管不了那么多 他直接用蛮匿跟住了露奇亚的复道 这会儿就轮到露奇亚惊讶了 一个人类竟然摆脱了自己的复道 下楼的医护看到妹妹并没有事 只是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不过就在他松了一口气时 突然 而当医护拿着球棒追出去后 却看到了惊恐的一幕 眼前的怪物就是所谓的恶灵 俗称虚 看到妹妹有危险 医护直接冲了上去 但很显然 他根本不是虚的对手 就在这时 露奇亚赶了过来 他一个跳跃斩 便救下了医护的妹妹 此时的医护才明白 眼前这个大怪物 是被自己异于常人的灵魂吸引过来的 在安顿好妹妹后 医护想要帮助露奇亚 同时也想搞清楚 眼前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还没跟露奇亚说上一句话 怪物突然攻击 回救医护 露奇亚受伤了 他在挣脱困境后 想要攻击虚的要害 但不想 却被虚反手给抓住 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怪物直接放大招 好在露奇亚也有后手 躲过了这致命一击 虽然逃过了一劫 但此时的露奇亚 已经没有了一战之力 不过怪物却依然生龙活虎 这可怎么办 看着眼前异于常人的少年 露奇亚决定破釜沉舟 想要干掉怪物 只有死神才能办到 所以他想让医护变成死神 那怎么才能变成死神呢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一刀下去还有命 露奇亚告诉医护 确实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失败了 他们都得完蛋 怪物在不断地靠近 这时露远处的妹妹也醒了过来 虽然有点荒唐 医护还是决定赌一把 随着一阵白光 怪物伸过来的手臂 被瞬间斩断 同时在他的身后 还出现了一个 穿着死神的制服 扛着一把大刀的医护 看着医护肩上 有泥泥幻化的斩破刀 露奇亚感受到了 强烈的泥压 仅用一刀 怪物便被一分为二 之后 医护忽然从床上醒来 难道昨晚的一切都是梦 正在他有点迷糊时 楼下的窟窿却提醒他 一切都是真的 而奇怪的是 他的家人都说 这个窟窿是卡车状的 在来到学校后 医护竟然还看到了露奇亚 不过此时的他 已经成了转校生 露奇亚见到医护 直接把他戴上了楼顶 接着再戴上特殊的手套 就这么一拍 医护竟然脱离了 原来的身体 变成昨晚的模样 接着露奇亚拔出他的斩破刀 对准自己 原来他想用同样的方式 变回死神 但却失败了 因为医护现在 所能控制的灵力太低 无法完成转换 这下麻烦可大了 因为露奇亚所在的 失魂界规定 跟人类互换身份 那可是死罪 果然不久后 失魂界六番队队长 熊木白在下令 要捉拿露奇亚问罪 所以很快 医护便看到了另一个死神 念慈 念慈非常不友好 上来就要干掉医护 但却被身后 突然袭来的光束给打断 仿佛意识到 什么的念慈感觉 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 昨晚救医护的是 他的同班同学 雨龙 雨龙也是特殊人群 他属于灭却尸 跟死神算是对头 所以雨龙想跟医护比划比划 但医护不同意 那么雨龙只能逼他现身 紧接着露奇亚便收到了 有需靠近的消息 他二话不说 直接打出了医护的死神状态 对于变成死神 就要履行职责这回事 医护嘴上是反对的 但听到有灵魂呼叫 他还是立刻赶了过去 这次要面对的 是一头蜘蛛型怪物 医护独自冲了上去 有了之前的经验 医护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 在顺利地接了怪物几招后 他不小心被一爪子掀翻在地 眼看着自己就要被怪物干掉 突然 念慈灭掉怪物后 二话不说 就把刀再次指向了医护 很显然 此时的医护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很快就被打翻在地 就在念慈要结果医护时 路奇亚却挡在他的身前 而路奇亚万万没想到 自己最尊敬的队长 朽木白栽竟然也过来了 队长让路奇亚在月圆之前 杀了医护取回身份 要不然他和医护都得死 在这之后 医护也想了很多 不管怎么说 确实是自己欠路奇亚的 不过现在路奇亚知道 他根本下不了手 所以他请求队长 自己会和医护 杀了他们一直在追捕的大鱼须 来讨好上面 前提是不要伤害医护 而此时医护也刚好赶来 听到路奇亚的话后 他也答应会干掉 那个所谓的大鱼须 就在念慈准备要冲向医护时 队长竟然答应了他们 原来队长是想用医护当作诱饵 引大鱼须出现 为了实现自己吹的牛皮 路奇亚开始带着医护训练 剑术反应能力 赖你缺一不可 一开始的医护 根本不是路奇亚的对手 但经过路奇亚的集训 医护的身手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名优秀的死神 不久后便是医护母亲的忌日 在医护还是孩子时 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河边哭泣 所以便过去询问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当他醒来后 母亲仿佛受到了什么攻击 已经快要死了 而通过和路奇亚的交谈 大鱼须之所以难对付 是因为他已经进化出了智商 会有小女孩半可怜来吸引人类 听到这儿 医护似乎知道了母亲是怎么死的 很快就到了母亲的忌日 而在山上 她的两个妹妹 却看到了一个很可怜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 医护真的太熟悉了 她果然就是杀害自己妈妈的兄弟 在第一时间变成死人后 医护先是救下了自己的两个妹妹 而大鱼须也变成自己真正的模样 之后 她直接带着医护来到了山下 这场战斗 普通人是看不见的 大鱼须的实力 也是大大超越了前两个怪兽 即便做过特训 医护还是打得很吃力 甚至一度 还被怪物抓住了斩破刀 闻着冲天的口气 医护受伤了 一发光束飞来 暂时救了她 来的人正是羽龙 但羽龙的攻击 无法对大鱼须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医护趁机反攻 在斩断了怪物的几条住虚后 和羽龙会合 但是他们的联手 让怪物彻底发毛了 强烈的住虚 瞬间击飞了这两个人 同时还缠住了在公交车里的医护 这时 羽龙找到机会 在路奇亚的提醒下 一箭射中了怪物的眼睛 大鱼须吃动 瞬间撕毁了公交 大鱼须竟然被他们干掉了 不过就在他们高兴时 突然 吓黑手的是念刺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如此强大的大鱼须 竟然被两个菜疗给干掉了 对于念刺的做法 医护根本不能忍 所以他们便站到了一起 此时的医护 已经不再是刚刚变成死产的新手 面对念刺的门链攻击 虽然抵挡的有些狼狈 但相比以前已经好了太多 所以一时间 念刺也拿不下他 甚至还吃了他一脚 念刺发活了 他直接展开斩破刀的第二形态 变成第二形态的念刺 战斗里直接上伤了好几个档次 没几招 就差点把医护给干掉 但医护却越打越强 伴随着一声怒吼 他仿佛回到了刚变成死产的那回 战斗里瞬间爆表 他一刀下去 不仅击飞了念刺 还把他的斩破刀给切断了 见念刺被自己打败 医护直接把刀挥向了队长 朽木白呆 但是他还是大大低估了白灾的实力 仅凭简单的一击 白灾就让医护暂时失去了战力 这种实力的鸿沟 可不是吼琪嗓子就能弥补的 接着白灾要对路奇亚下手 然而这时 受伤的医护竟然站了起来 他又一次地攻向白灾 连动作都没看清 医护又中了一刀 但紧接着他还要站起来 白灾的表情变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刀有多强劲 所以他再次出刀 这一刀比前两次都要动 不过医护还是抓住了他的衣角 接着晃晃悠悠的再次站了起来 白灾有点老火 你这是在藐视我队长的实力吗 所以他又一次拔刀 但这回他没能刺下去 因为他确实有点赞赏 眼前这个菜鸟的勇气 这时路奇亚抓住机会推开了医护